好的 歡迎各位回到IEM Kartovies 韓國資格賽B組 第二天的賽事 現在來到的是聖哲組的 資格決定戰 出戰的選手 這是由Classic對上TY 五戰三勝制的比賽 第一張地圖來到的是空降地點 在地圖左上方紅色的人類選手 是Spice的TY 地圖右下方 藍色神族選手 是Classic 這個開場TY 又野了個兵儀 不知道這場會不會選擇 跟上一場一樣的打法 這個就是所謂的 食運不佳 工兵出門偵察 就差一步 在這邊喔 差一步 不過這個也是TY有算好的 開場TY直接選擇野兵贏的戰術 然後Classic有拉公兵偵察 中間插身而過 可是卻沒有看到 這邊來看一下TY是否會選擇跟上一場打地圖一樣的一個選擇 Classic的工兵來到TY主礦看到沒有兵儀之後 先把主礦繞一圈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喔 因為 常常有的人類他其實只是想要雙瓦開局而已 並沒有打算要把兵儀也在前線的情況底下 他會把兵儀藏在自己的主礦或者是主礦下方 那 神族選手如果這個時候只是看到門口沒有兵儀就選擇撤回去的話 有時候往往會錯估情勢判斷而多生了一隻狂戰士 TY這邊 這場的確兵儀是也在前線喔 死神進來的時候 Classic是有生產一隻狂戰士來拖出死神 好 這邊 點掉一次工兵 這個就是有出狂戰士跟沒有出的差別 如果這邊沒有出狂戰士的話 這隻死神至少還可以再多擊殺一到兩次的工兵 Classic這邊自己還是走正常的開礦流程 只是多生雷子狂戰士 並且家裡放下的是仙機桿 仙機之門 對其修正 仙機之門 這場TY就只是選擇野了一個 兵儀生一隻死神 然後家裡是VF 然後 軍工廠封門 現在在生產飛彈車 軍工廠之後呢 也是放下仙機桿 把科技給判起來 這邊就來看一下TY這場的一個打法 會不會是 就是 由於這邊兵儀飛回家 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要轉回地面的槍兵 還需要一段時間 之前這段時間蠻常見 人類早期的一波Rush 是用 槍兵坦克搭配引擎女藥 還有拖弓兵到前線 改碉堡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如果TY是把兵儀也在前線的話 對於這個打法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 兵儀飛太遠的情況 就會損失掉較多的槍兵 那當槍兵不足的時候 這一波壓至前壓的時候 就會 對於保護坦克的效應 就會大幅的降 這邊TY生了兩隻的死神 現在死神走一起 要 找 找一下周圍 CLASSIC也在外面的 放在外面的工兵 這邊CLASSIC出了限制之後 先依循著水晶塔的方向 飛也過去 然後要穿進TY的存放 但TY的解放者剛好出門 這邊有出飛彈車的情況底下 搭配解放者開視野 這個限制直接被擊墜 這樣開局來講的話 CLASSIC掉了一隻限制 非常非常的虧 那TY這邊剛剛 剛剛 星際港有掛了一下反應 那是炸掉改 直接彈出圍巾 TY家裡是補到了三兵營 補兩個 從外面飛回來一個 合計三兵營 目前兵營一個掛科技實驗室 兩個在 兩個掛 應該是兩個會掛反應 現在只有一個掛反應 但是科技實驗室 似乎還沒有開始提升 提升任何的科技 飛彈車先鎖定了一下先之間 可是先之 只是進來稍微殺了一下工兵也就離開 好TY這邊先提升盾牌 對 TY的死神也到前線確認了CLASSIC的三框 是開在跟主框二框成一直線的位置 好 TY這邊把坦克收起來囉 這邊看起來是要打一個盾牌 TY這邊把自己所有部隊集結起來 加上少許的太空工程車 目標是前往CLASSIC的三框 這邊由於半路 我已經看到了CLASSIC也在外面的水晶 所以TY這邊是先用飛彈車把水晶解掉了之後 再把部隊往前推 同時間死神來到了地圖右側 打算來個聲東擊西 TY把掃描丟在CLASSIC的二框 看到的是有一個電池以及機械之道閃在生產的東西 兩台飛彈車走在前線先剪掉了 先剪掉了一隻教室 這邊 進至鬼雷 TY一把掃描是直接抓到 CLASSIC這邊一直限制來到TY的二框 但是由於前線在操作的情況底下先制直接爆開 TY拉兩隻工程車到前線直接蓋起了碉堡 CLASSIC看到這個陣仗的情況底下把工兵全部撤走 這邊想要立場去切這台飛彈車 不過非常相當的飛距沒有切好 最後讓他離開 二框的部分TY是一台解放者直接癱瘓了CLASSIC 二框所有的營運並且擊殺了13隻的探測機 TY在壓制的同時把三框放了下去 那這邊看起來CLASSIC的三框是救不起來的 所以CLASSIC直接選擇把自己所有的部隊往前推 直接要衝去TY的家裡跟對方換家 我們來看一下TY家裡的防守則是大量的槍兵 這一邊TY把部隊收了起來 哇 家裡的這個部隊 打針好了的話應該是還有機會守的 不過現在打針還需要一點時間 哇 兩顆鬼雷出來 欸 那就不一定囉 TY的部隊原本想要從後方接上去 可是 喔 欸 屁了請這邊把被切起來的槍兵帶走 TY從正面把部隊撤回家做救援 正面只有一個碉堡裡面是一隻槍兵 這邊鬼雷炸下去 後續兩台飛彈車回來救援 這個鬼雷在炸 TY的部隊救援也來了 從後面包了上來 那看起來CLASSIC這一邊 部隊要損失慘重喔 打針還沒好 但是震撼彈已經先完成的情況底下 這邊TY的部隊量很明顯 看起來比較多 雙方在部隊人口上TY62打上CLASSIC40人口 TY族有20人口的領先 這部隊打針往前頂之後 CLASSIC只能選擇把部隊後撤 這邊有部分的墜裂迷路了 側翼走過來 TY三礦開起來CLASSIC三礦掉 在這種競技劣勢的情況底下 神族這邊是相當難以扳回的 目前雙方都是一攻對一攻 那CLASSIC這邊是大量閃追 不過大量閃追在面對到 面對到人類的 打針生化部隊的情況底下 是難以招架的 後續再傳出更多的追劣 不過這邊 TY決定要棄三礦 TY放棄自己的三礦 但是用醫療艇把一船的鬼雷 載向了CLASSIC家裡 看起來應該是直接要用做一個空頭 這邊用冷靜開視野 大量的追劣結跳上來 TY在自己的 惡礦架的坦克之後 所有的生化部隊打針向前衝 那CLASSIC這邊果然直接用追劣往下一跳 但是TY的這個鬼雷空頭是擊殺了13隻CLASSIC的工兵 並且14隻 你沒有帶到鬼雷這個地方 看起來是兜頭二礦啊 那所以工兵擊殺數是來的 14隻來的較高 這邊的話CLASSIC的工兵再次落後 工兵落後13隻的情況底下 CLASSIC可以說是幾乎幾乎沒有退路 這邊TY沒有發現自己主礦的兵營在燃燒 有發現 剛剛幾個重新把自己的三礦開在地圖的右側 開在跟主礦成三角形 主礦二礦跟三礦是成三角形的 OK 看來這位OB應該是要離場 好 OB離場之後遊戲繼續喔 TY的這個二礦防守非常的扎實 鬼雷搭配坦克的情況底下 CLASSIC只能選擇回撤 但是TY由於發現了CLASSIC已經開下三礦 所以這邊會抓著一個timing 拉著自己的大部隊做一個反推 雙方部隊人口目前落差將近30的情況底下 CLASSIC只能用閃堆在半路上 持續的消耗一點TY的部隊 目前先點掉兩個鬼雷 那TY這邊是帶著大量的 醫療體以及生化部隊向前押 那自己的 家裡則是有把坦克做一個保留 並且利用後續持續續出來的生化部隊來協助防守 這些在外面打遊戲戰的閃線隊列 TY這邊由於 三礦剛剛被打掉 所以為了把經濟追回來 直接把主礦飄到三礦開始做營運 並且把自己的部隊開始往三礦續 TY這邊三礦飛出去 直接砸下三顆礦爐 要把經濟給追回來 TY的正面大部隊是直接推了出去 這邊CLASSIC試圖想要從後方 做夾擊 不過第一時間被鬼雷炸了下去 TY這邊在壓制到前線的時候 CLASSIC已經在家裡準備好了一些防守部隊 有一些少尾在 所以TY的部隊如果貿然上前 則是會被直接切斷 TY這邊貌似嘗試要做一波夾擊 但是夾的角度其實並不理想 這邊後續接來了更多的掠奪者 TY稍微把部隊往回拉了一下 跟自己家裡的部隊做集結 CLASSIC這邊則是放下了聖堂文庫 TY是放了幽靈特務學院 目前雙方部隊人口的話 TY領先35人口 領先25人口 對於修正 公兵術上還是TY有一隻公兵的領先 TY這邊解放者出來了 那應該會直接搭配著這一波 這隻鳳凰是真的喔 不過發呆的頻率有點高 TY這邊一口氣直接刪了四隻的幽靈特務 後續解放者還在出 CLASSIC這邊已經在提升幽能風暴了 不過幽靈特務已經準備齊全的情況底下 在對付高階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雙方就會呈現了一個魔法兵種的PK 剛好這一個走位上 這一個走位上 感覺CLASSIC有點悲劇喔 TY這邊掌握了CLASSIC的大部隊 但是CLASSIC還沒有辦法掌握TY的部隊 TY這邊一把掃描 確認了CLASSIC現在部隊的組成跟位置 這邊只要EMP砸在哨位上面的話 這一波部隊是直接被TY完成 現在一個 一個單位飛過來被擊殺的情況底下 CLASSIC也掌握了TY的部隊層 部隊的組成以及兵量 那這些雙方的部隊在地圖正中要開戰 立場切了下去 這邊TY的大部隊直接都被隔 一半的部隊是被隔在斜坡上方 那立場在第二段的切 這邊幽靈特務被消耗差不多 高階的聖堂武士從後方來救援 這邊墊下去有一個 醫療型是滿載的 這邊再丟下來但是被擊墜 裡面有幽靈特務的情況底下 好 高階能量全部用完 合成白球 但是這邊看起來 CLASSIC這邊部隊是全速殲滅的情況底下 TY部隊從後續接上一隻線的直接往前衝 剛剛TY在正面開戰的同時 有一台解放者來架了CLASSIC的三礦 導致CLASSIC三礦剛一度呈現停擺的狀態 CLASSIC已經失去了所有魔法兵種 現在只剩下物理近戰的兵種 但是 TY的鬼雷埋了下去炸掉狂戰士 之後剩下追劣不敵追劣不敵 不敵 掠奪者的情況底下 CLASSIC在第一場打出了 GG TY1比0率先得分 黑球 一圈 一熱 一白 一片 7分 1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回到了比赛的第二回合 地图是来到天蓝将领 地图右上方红色人类选手 是目前1比0领先 Sprise战队的 TY Y 在地图桌下方蓝色的神族选手则是Classic Dick TY则是把兵移放在家里哦 选择稳稳打 至于Classic这里一样是工兵出门做侦察 这边上斜坡开始干扰TY兵营的建造 这边为了让自己防守死神上更顺利哦 则是直接把建筑物放在二矿下方干扰死神 可以做从下方做跳组框的动作 好的 这边 TY是把二矿放了下去 因为这边是选择死神开哦 那后续的话 兵营先升了一只枪兵 哦 兵工厂接着放下去 Classic这里则是传送门接机械控制核心之后开矿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的是Classic的二矿并没有快上多少 Classic后续选择是星际之门 那第一只教室往前飘的情况底下 直接上来剪掉TY的第一只枪兵 TY这边把枪兵往外拉的动作就是要增加一下 教室击杀枪兵之后到达TY二矿的时间 不过由于教室这边击杀了工程车 所以二矿的 TY的二矿目前是呈现停摆的状态 后续接上追猎者 TY这个死神 好 火下来了 这边如果被剪掉的话真的是 完全悲剧 TY这边目前是 两枪兵一火车再拖了一只工兵出来 基本上这两枪兵一火车是打破你这个组合 那TY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拖住 拖到这个二矿完成之后其实目的就达到了 然后部队就可以撤回去 好 关门 围雷买一下去 死神是冲去classic家里 classic这边前线则是一追猎家 哎 两追猎家一教室 然后再次再轻轻做检验 TY这边的死神是直接来到了classic的家里 这边死神是五千两杀 但是classic这边先知直接冲了进来 TY这边只有四只枪兵加一颗鬼雷的情况下 好 第五只枪兵出来 四只枪兵是六只 好 这边鬼雷漂亮的炸掉一些 目前classic这边有出第二只的先知 然后家里是持续的在追猎者 这边飞弹车出来的情况底下 直接追击击败了一只追猎 在这个早期的战损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TY损失的四只工兵 然后四只枪兵一死神一火车 classic则是两只工兵一先知一追猎 在战损上来讲的话 可以看到的是目前TY还高了 大约25 classic这边抓了一个timing让先知再次来到了TY主矿 哦 这边看到鬼雷 不过TY还是有飞战车的 这个刚刚飞战车被矿区卡到了一下 所以先知脱离了锁定范围 鬼雷这个东西是只要被人家看到位置之后就要稍作一下改变 classic家里则是放下三框之后呢 把传送门数量补到五个 先知抓了一个时间点趁机溜走 classic这边的科技选择呢是目前提升地面一攻以及教室的攻速 TY这里则是在提升升化的一攻 打针已经快要完成 兵营数量补到三个 好 踢完这边两团空投进来 点掉classic支撑三个兵营跟一个冶炼厂还有木光异会的水晶 但是冶炼厂的工房已经提升完成的情况以下 损失最严重的是木光异会被打掉 水晶要重新补起来 诶 没有差他也是补两个水晶 TY这边稍微消耗了几支枪兵之后是再把部队载走 classic这边部队要做推进 但是TY直接在门口放下了一个雕堡 并且赶紧用建筑靴把门口堵死 教室在打建筑的伤害是非常的轻哦 所以只要门口用建筑靴把他封起来之后 这个教室基本上没有办法打到太大的成效 哇 这边教室原本想要用一支去引掉鬼雷 但是 TY在高地是有坦克做鞋房 然后加上地面生化部队 那一支教室是直接震发掉的 TY这边刚空投的 生化部队直接打针冲了进来 点掉了一支罪裂 然后再起来逃跑 Classic的目光一会是重新补回来 然后现在也开始提升闪锥 TY目前还是两矿奋战中 家里补到了五个兵营 打算要抓一个 要做一个鸭子 Classic这里目前 闪锥已经完成到了三分之一 一反快要完成 现在 机械制造厂在生产传输人计 圣堂文库完成度来到了三分之二 TY大部队直接推了出来 但是 Classic先知是已经有捕捉到TY前线部队的身影 但是看到的其实是 TY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二的部分 还有三分之一的 TY部队是 Classic羽霸掌握的 有观察者的情况底下 教室搭配追猎者是直接把 鬼雷给 养掉 这边带着两台坦克直接到前线做支援 有坦克做支点的情况底下 Classic的部队要显得比较保守一点 现在Classic这边是完全的一个基本兵配置 就是有追猎配上教室以及稍微的组成 这边 TY一直尝试着要B站 对 一直一直往前压 然后把坦克跟鬼雷一点一点的往前架 前埋 这边只要Classic的地场一丢出去 那TY就直接把部队全带走 这边先打针下去 哇 最前线的坦克直接被点掉 不过 这些 教室已经损失了部分的武盾 那这样子TY的部队是打针以后引上 双方目前人口呈现了拉扯状态 目前Classic勉强里牵了十个人口 那用 人禁传了四只的教室在TY的家里 TY由于家里被教室乱 所以前线部队不得不开战 其实开战的情况就是这边部队的阵型是非常的糟 这里则是后续持续接上来 要搭配下面的鬼雷来消耗掉对方的教室 后续解放者接了上来的情况底下 Classic这边由于刚刚追列已经被消耗得非常多 所以对解放者抗性量会非常的低 但是追列现在有闪现 所以Classic只有一次的机会可以跳上去要去解掉解放者 鬼雷炸下去消耗掉了教室大量的护盾 这边追列直接跳上来 用需的点掉了两台的解放者 但是地面上外部队非常的多 吃掉了Classic的所有正面部队 现在只剩下这一部修也硬身倒地 虽然TY家里是呈现着火状态 但是前线部队Classic似乎目前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解掉这一波 目前Classic人口掉得比较惨啊 后续的部份由于TY的部队已经续起来 那这边在萨拉冷静也直接被点掉 Classic无力回天 现在家里有一只不休者在传了三只的教室 四只的教室但是TY这个正面它不可能能够挡得下来 更别提把家里的部队再拉出来 现在双方部队人口落差来到三倍 Classic是17人口对上是TY的65人口 这个落差越来越大 TY直接把主矿飘到三矿来当作一个新鲜矿区开始营运 双方工兵数31比37 双方都是双矿主发满营运的状态 但由于现在开战再提 双方都是挺工兵在生产部队交战的情细 对于Classic比较吃亏的是我们先不谈部队的部分 Classic的矿区 主矿跟二矿都是呈现半干的状态 TY这边二矿跟三矿来讲的话 二矿半干三矿是一个全新的矿 TY主矿是直接飞三矿 TY的部队利用解放者架了一个好位置 之后呢是直接进来 那Classic这边把部队拖出来做最后的抵抗 地面还有鬼雷的情况底下 直接炸下去教室瞬间生发 好不休者只有两只 可是地面枪兵非常的多 不休者被点掉 剩下四只的追猎 Classic打出了拒绝 TY2比0率先听牌 2比0率先听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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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